对于我来说,沙漠有着独特的魅力 平静又蕴藏着无限的能量 这次我们选择了从马拉喀什出发 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的 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的沙漠Lodge 去体验一下沙漠风情 这里除了沙漠风光 还可以骑骆驼 四轮摩托车 也可以去拜访附近的村落 景观逐渐干燥 绿色植被慢慢地消失 然后这一望无际的干旱 似乎没有开始和结束 连导航都没有了信号 一路颠簸之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沙漠营地 和上次南非之行一样 在经过一路的荒芜之后 突然出现的奢侈感 确实能让你感到安心和放松 能给你一种安全感 我们的房间 我们的房间未遇齐全 和高档的酒店没有什么区别 下午的时间 游泳的游泳 跑步的跑步 而我主打一个躺平 近40度的高温下 在沙漠里跑步 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 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我老公 看到它在哪里了吗 那个移动的小黑点 就是它 不一会儿 它已经站到了最高处 等它跑近的时候 我才发现 它刚才是不是超过了这辆摩托车 是它跑得太快 还是摩托车开得太慢呢 太厉害了 夜幕降临 日落后的天空 一片橙黄色 太美了 燃烧的篝火也好美 晚餐过后 我们还收到了个惊喜 朋友事先通知了营地 小朋友生日 并且预定了蛋糕 小朋友很高兴 最后野河在座的年轻 每一桌客人和营地人员 都分享了它的蛋糕 在这里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繁星 这就是日出的魔力 阳光洒满了大地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与自然共鸣的时刻 让你感受到自己渺小的存在 和大自然的力量 哈 哈 你看 有人踏着日出 锻炼完身体回来了 沙漠里的时光 沙漠里的时光是一种与世隔绝 宁静美举的体骑 寧静美丽的体验 让你更感受到内心 这里的日出日落 会不由得让你联想到地球、宇宙 还有自己在宇宙长河中那一瞬间的存在